一日三孝,人生难老,一日三恼,不老也老,百年养生,一品一景。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养生一战。 每个人的身体在出现一些疾病的时候,身体都会有不正常的症状表现出来。 如今,有很多患有糖尿病的患者,而这种疾病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血糖太高所造成的,对于患者的身体有着很大的影响。 其实,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多地观察身体的变化,如果有这两处经常出现痒的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 那么,到底是哪两个地方呢? 一,身体若两处发痒,可能是血糖超标了,请别忽视。 一,耳朵 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耳朵痒的。 这个问题一般情况是因为耳朵当中有一些耳屎所造成的,用掏耳勺掏一下就能够得到缓解。 但是,在经常掏耳朵以后都很难改变耳朵痒的,这个情况其实也需要引起重视。 很有可能是因为血糖升高所造成的。 之所以会使耳朵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耳朵里面更多的垃圾,这样自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二,皮肤 其实,当身体当中的血糖升高以外,因为会造成小病次数的增加,如果没有及时补充的话,就会使身体当中缺水。 皮肤就会因为干燥而出现皮肤痒的这个问题。 如果这段时间经常地出现皮肤痒这个问题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在告诉你,体内血糖严重超标了,最好能够进行这方面的检查,避免引起严重的后果。 三,血糖超标以后,应该在饮食当中注意什么? 有很多人都觉得血糖升高时,因为吃了很多太甜的食物造成的。 虽然说吃甜食确实会引起糖尿病的发生,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一些其他的食物,比如说大米粥,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人比较喜欢喝的。 看似没有什么味道的粥,其实因为熬制时间越久,就会产生更多的葡萄糖,也容易引发糖尿病。 对于本身就已经有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尽量地不要吃太多的白粥,更不要吃太多的糯米。 还有一类食物,含有很多的油脂,这就是油炸食品。 虽然很多的油炸食品都不是太甜,但是却因为吃太多油炸食品,也会造成血糖升高这种情况。 使血糖升高的,其实除了糖分比较高的食物以外,还有一类属于淀粉类食物。 生活当中很多人经常都会吃的,比如说土豆,红薯,馒头,米饭,这些含有的淀粉含量都是比较高的。 如果吃得太多,身体当中没有很好的消化,也会使人出现发胖的情况。 对于糖尿病来说,这些食物就更不应该去食用了。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除了避免吃太多的水果以及淀粉量高的食物外,一般可以多喝用车前草或者是脚骨篮泡的水。 这两种食物经常地喝,对身体来说是有很大帮助的,尤其是对于想要控制血糖的人,能够有着很好的效果。 在喝的时候最好能够坚持去喝,效果特别明显。 想要预防血糖高的情况发生,一定要多吃豆类食品,当然也不可以吃得过多,也不可以吃油炸食品,要以清淡的为主,多吃各种各样的粥。 生活当中如果在喝豆浆或者是奶制品的时候都喜欢喝糖的话,也应该改变这种习惯。 尽量地不要喝加糖的豆浆或者是牛奶。 在平时的饮食当中,糖和油这两种物质不能够在一起去吃。 如果在饮食当中既有含糖的食物,又有油脂比较高的食物,这也容易造成血糖升高。 一旦经常地有这样的饮食习惯,也会容易出现高血糖这种疾病。 虽然说水果对于身体来说是很健康的,但是在吃的时候也要掌握正确的量。 对于含糖量特别高的水果来说,尽量地不要吃得太多,尤其是经常喜欢吃水果的。 对于水果的量并没有进行控制,也会引起血糖升高。 对于身体的健康也是很不利的。 最好能够多吃低糖食物,比如说五穀杂粮。 这些食物既有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含糖量也非常低。 对于任何年龄段的人来说,多吃一些对于身体非常好。 二,血糖高到什么程度需要服药? 一般来说,人体内的正常血糖水平应该是空腹低于6.1毫米每升。 而仓后的两小时,血糖应该小于7.8毫米每升。 当你的血糖多次测量后,都是高出这个水平, 那么很可能已经处于糖尿病的临界边缘。 根据WHO规定,空腹血糖高出7毫米每升, 或者仓后血糖高于11.1毫米每升,就属于糖尿病。 糖尿病前期的概念就是处于正常血糖和糖尿病诊断值之间的人们。 如果你在医院检查出血糖为6.1到7毫米每升之间, 或者仓后血糖在7.8到11.1毫米每升之间, 那么就是糖尿病的前期。 一般来说,在糖尿病的前期是不建议采用药物干预的。 在这一阶段,如果患者能够通过生活方式干预等方法来稳定血糖, 那么是有希望逆转糖尿病的,不需要服用药物。 但在这一时期,很多患者都不当回事, 二,日常很松懈,以至于有数据统计, 有90%以上的患者都会最终发展成糖尿病。 医生指出,有一些情况下, 糖尿病患者需要尽早地服用药物干预治疗, 否则血糖持续升高, 对人体内的肾脏、眼睛等多个器官都可能产生伤害, 诱发疾病。 一,糖尿病前期生活干预无效的人群。 对于这些患者来说, 控制饮食、增加运动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都不能有效地稳定血糖。 为了避免糖尿病的发展更快, 当患者查出空腹血糖超过6.1毫米尔每升, 或者仓后血糖超过7.8毫米尔每升时, 无禁忌条件的情况下, 建议及时进行药物干预。 二,在患者多次测量血糖, 排除了饮食等因素影响外, 测量结果均满足空腹血糖大于7毫米尔每升, 或者仓后血糖大于11.1毫米尔每升时, 已经属于糖尿病。 这时,患者单纯地靠生活干预的方式, 很难将血糖稳定下来。 为了更好的控制病情, 需要及时用药控制。 医生可以在用药时, 先从低剂量开始。 配合患者的日常调理, 在稳定血糖的前提下, 尽可能少的用药。 这样也能减少长期服用降糖药 可能给患者带来的身体伤害, 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 对稳定病情也比较有帮助。 在一些固有身体疾病的患者身上, 当发现血糖不正常时, 需要及时地就医, 听从医生的建议及早用药。 比如,身体原本就存在高血压、 高血脂等疾病, 或者有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如果查出血糖超标的问题, 或许需要及时用药。 这时,血糖升高的问题 不仅仅是对人体健康产生伤害, 更可能引发原有疾病的病情加重, 甚至还有一定的风险 会诱发酮症酸中毒、 高肾性、高血糖等问题, 对心脑血管也会产生不小的损伤。 这一类人群需要提高警惕, 发现血糖异常后,即使就医, 针对性地采取治疗。 总之,当我们察觉出自己的血糖异常时, 可以先选择生活干预的方式来稳定血糖, 例如饮食、运动等。 但是,如果生活干预超过两三月, 血糖仍然不稳定, 甚至趾高不下, 就需要赶紧服药治疗, 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李大爷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总是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然而,他在65岁时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 这让他非常沮丧。 因为李大爷听说, 糖尿病人的平均寿命只有60到70岁, 医生告诉他, 虽然他的糖尿病无法治愈, 但是只要他控制好血糖水平, 他仍然可以过上健康的生活。 李大爷虽然也知道这个道理, 但仍旧有些打不起精神, 直到他在公园遇到了小林和他爷爷。 年轻人小林听了李大爷的顾虑, 立刻分享了他爷爷的经历, 他爷爷患有糖尿病已经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来对患病这件事都很乐观, 每天保持着足够的睡眠, 坚持规律的饮食和锻炼计划, 积极配合治疗和定期检查, 控制血糖。 现在他爷爷都81了, 听了他这番话, 李大爷也决定接受医生的建议, 并开始了自己的糖尿病管理之旅。 他学会了如何正确地注射胰岛素, 如何饮食调控以控制血糖, 还开始每天坚持运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发现自己渐渐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恢复了活力, 也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热爱, 并且还也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一些病友, 互相分享彼此对抗糖尿病的经验和信息, 那么能活过80岁的小林爷爷 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参考的诀窍呢? 一、走进糖尿病的长寿秘籍,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且较为影响生活的一种慢性疾病, 并且无法治愈。 全球有数以亿计的人受到其困扰, 它总是发生在人体内胰岛素的分泌不足 或胰岛素的作用不正常的情况下, 胰岛素是一种由一线产生的激素, 主要用来调节血糖水平。 当人体食物摄入后, 胰岛素会促使细胞摄取血液中的葡萄糖, 并将其转化为能量供身体使用。 在糖尿病患者中, 由于胰岛素的不足或作用异常, 血液中的葡萄糖无法被细胞充分利用, 导致血糖水平升高, 而长期高血糖状态会对身体的多个器官和系统造成损害, 包括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肾脏、眼镜等, 引发严重的并发症。 有的糖尿病类型在年轻时发病, 其主要原因是胰岛细胞受到自身免疫攻击, 使胰岛素完全或部分缺乏。 胰岛素是一个重要的激素, 当胰岛素完全或部分缺乏, 就会导致血糖无法被有效地调节和利用, 最终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有些糖尿病类型在中年或老年时才会出现, 这是由于胰岛素的分泌不足或细胞 对胰岛素的反应性降低所导致的。 年龄的增长也可能导致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性降低, 这意味着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 需要更多的胰岛素才能正常地将血糖转化为能量。 糖尿病的症状包括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下降、 提倦、视力模糊、感染一发等, 众所周知,生病会缩短寿命。 然而令人振奋的是,最近的研究显示, 一些糖尿病患者却能够活到80岁甚至更长, 这引起了患者和医生的广泛关注, 并促使我们去了解这些长寿的糖尿病患者 他们身上的共同特征。 这给某些糖尿病严重的患者带来了希望和启示, 因为糖尿病并不意味着必然的短命, 追求着健康的生活方式, 可以延长他们的寿命。 因此,尽管糖尿病目前无法治愈, 但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有希望的方案, 那将会大大鼓励糖尿病患者积极参与治疗。 二、合理饮食、控制血糖。 根据相关研究结果, 那些能够活过80岁的糖尿病患者 通常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血糖水平, 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一套血糖管理法, 并且一直坚持。 良好的血糖控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基础的要求, 它不仅可以帮助预防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 还可以延长糖尿病患者的寿命。 糖尿病患者需要定期监测血糖, 并主动进行血糖控制的。 其中,饮食习惯在糖尿病的发生和控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有许多糖尿病患者就是吃出来的。 饮食中过多的高糖和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摄入, 长期的高血糖状态, 很大程度上会对胰岛素的分泌和细胞, 对胰岛素的反应性造成损害。 因此,患者需要合理选择食物, 限制高糖和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摄入, 以控制血糖水平。 推荐的饮食策略, 包括高纤维、低脂肪、低糖和富含营养的饮食模式。 如地中海饮食, 这些饮食模式主要注重摄入大量的蔬菜、水果、 全穀物、健康脂肪和蛋白质源, 同时限制高糖、高脂肪和高盐的食物, 避免过多摄入加工食品、甜点、糖果和饮料等高糖食物, 而选择富含营养的食物, 如坚果、种子、鱼类和橄榄油等。 三、规律睡眠和锻炼。 良好的睡眠可以帮助管理糖尿病。 人一旦上了年纪, 就会有较少的现象, 或许是激素分泌的变化, 或许是身体代谢减慢。 但是这种常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 老年人不需要充足的睡眠。 糖尿病患者应特别关注睡眠, 并与医生讨论如何在其糖尿病管理计划中 包括睡眠的重要性。 成人每晚应该获得7至9小时的充足睡眠。 那些活过80岁的糖尿病人 都保持规律的睡眠时间表, 每天都在同一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 生物中十分稳定。 当然,除了睡眠时间, 睡眠质量也很重要。 在一个安静、黑暗和凉爽的睡眠环境, 都能够给睡眠质量提供支持。 四、良好心态、积极思维。 良好的心理健康和积极社交 对于糖尿病的管理同样具有重要性。 首先,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和焦虑, 可能影响糖尿病的控制和患者的生活质量。 研究表明,抑郁和焦虑可能导致血糖的波动和不稳定, 甚至增加心血管并发症的风险。 糖尿病是一种长期的慢性疾病, 患者需要面对日常的管理和治疗。 这可能导致心理压力的增加。 所以,良好的心理健康维护 对于糖尿病患者至关重要。 和家人、朋友、医生或糖尿病 支持团体建立联系, 通过社交活动去分享自己的感受 和输出自己的困扰。 这样既可以为他们提供情感支持和社区的帮助, 使他们不再孤单, 也可以减轻心理压力, 增加了生活的丰富性和满足感, 还能获得糖尿病管理的实用建议。 五、控制血压。 GIDF统计数据来看, 有60%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血管并发症, 糖尿病加高血压对患者的危害是1加1大于2的。 因此,控制好血压是糖尿病患者长寿必要的一步。 一般情况下,血压应控制在130、80mmH以下。 对于有糖尿病肾病的患者, 血压控制应进一步加强, 最好在125、75mmH以下。 总而言之,长寿的糖尿病患者 主要是因为他们积极配合治疗 并养成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纵使糖尿病无法完全治愈。 但患有糖尿病并不意味着早逝, 只要怀揣希望, 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相信一切困扰终将被解除。 这些特征不仅是他们长寿的秘诀, 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珍贵经验。 身体健康不仅依赖于医学, 更需要我们平时的关注与努力。 无论是否患有疾病, 我们都要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既是为了保护身体健康, 也能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 那么你还知道 哪些关于糖尿病患者抗病的好方法, 还有什么健康的生活小习惯?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